色小客车从画面左上方逆向行驶而来 当场和新北市议员张瑞珊的车狭路相逢 由于丝荣不愿倒车 双方就在现场僵持至少五分钟 这时候丝荣突然下车冲进店内 画面中穿着T恤的男子立刻快跑跟着 穿着短袖衬衫的张瑞珊 则在门口匕首画脚冲突就此发生 27号晚上七点半 丝荣开车去景平路巷子买日本料理 和张瑞珊的车一面遇到互不相让 丝荣冲进店内想拿外带便当 张瑞珊的司机很生气 跟进店内大声咆哮 甚至动手抓住丝荣 拉他的头去撞玻璃 还做事出拳要打人 丝荣吓得躲进车内大喊救命 张瑞珊和司机跟着他到车外 动手开车门 丝荣觉得自己快要被打 当场打电话报警 双方闹上警局 其中一个比较年轻的人 他就对我动手了 他直接拉扯我的衣服 然后拉我去撞日本料理店的玻璃门 然后举起他的拳头要打我 然后他要打我的当下 被另外一个比较年长的人 就阻止他了 他就阻止他 他就说好了好了好了这样 当时非常的惊慌 我只记得我最后 因为他 反正我把车门反锁 他一直拉我的车门 一直拉我的车门 要我下车 然后因为他发现被反锁了 他就一直猛力地敲打 我那个驾驶座的车窗 实地来到事发地点 单行道看来狭窄 会车不容易 被指控动手的张瑞珊喊冤 澄清是斯荣违规逆向在先 不肯倒车就算了 还悠哉下车买便当 动手的是司机 和他没有关系 我在指挥教终 后来我那司机在叫 去要拉他你知道吗 说你替人吃他不开头 我那司机真的讲得蛮大声的 他替他他的头我有看到 他感觉真的是有放上玻璃的事实 然后我去跟他说 不能这样也是事实 然后我也没有跟他动手 也是事实 看到他买便当 我就知道这个都在动身勾台 所以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这容器炸了 要对张瑞珊和司机提告伤害 张瑞珊觉得自己没有犯错 也呛吓说要召开记者会 双方各说各话 一位是购物天后 一位是民意代表 两人因为行车纠纷杠上 最后还可能要对簿公堂 一电视记者